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 我们介绍一盘重量级的对决 这是在三星杯决赛中的一盘棋 是由两位著名的棋手李士时对阵鼓励 两位棋手也可以说是一生的对手 两个人在比赛中已经出现过好几十盘的对局 胜负也差不多 但是可能在重大的对局中 似乎李士时略占上分 那么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这是十七届三星杯决赛的第二局 在第一局中是李士时半目险胜 那么目前的局面 这个是很明显 白棋的实地还是很可观的 那么中间这里有一块枯棋 黑棋下方有个模样 那么作为正常的 普通的来说 白棋可能是把这块棋加加强 补补后 这个是正常的思路 不过两位棋手对决永远就是说 没有这么平淡的时刻 这时候鼓励下的是非常的凶 普通的下法就是干脆活了算了 但是这个被黑棋一个大围上来的话 下方都成为实地的话 白棋这个实地就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了 所以在这里 两位棋手也是斗气 这个鼓励也是采取了最强最凶狠的下法 有一块若其不顾 直接靠进来 再来破 这个显然就是说要以至孤来定胜负 这块估计还没好 又走出一块来 这个显然是要看看 但今天要考一考理事实的攻击能力 然后黑棋斑 白棋退 黑棋立 不给白棋眼位 至于你往中间逃 黑棋并不担心 只要我从中把你切断 你就是两块骨气 那么我就会形成一个 缠绕攻击的格局 这个黑棋应该是没有坏的道理 白棋飞 黑棋当然是毫不犹豫的 这个封断 这个白棋确实是要进入这个自孤的苦战当中 不过这个虽然说是自孤有点辛苦 但是一旦自孤成功 那么这个黑棋的目数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白棋现在加一下 黑棋先冲 这个冲的目的呢 主要是防止你这里的联络 这个你再贴的话呢 我就可以冲了 不然以后有可能这个呢冲不到 不让白棋轻松联络 然后呢白棋再拖 再拖 这个也是想腾螺 这时候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的冷静 退一个 这个千万不能搬 这一般的话就被白棋找着头绪了这一段 这个一扭断 这个白棋在这里一带就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这个黑棋这个是攻击肯定是不解明的 那么黑棋这时候呢 冷静的退一个 反正这个底下的石地已经被白棋破掉了 这个再亏一点石地也不在乎了 这个就是说 反正是石地肯定是不够了 黑棋呢 也就是一门心思猛攻 这个白棋 甚至于来说是要杀白棋 这个是黑棋的这个意图很明显的 那么你爬黑棋就冷静的退 他也不太管这里的木树问题 只要是在这个底下做不活就行 没有两个眼就行 这个那么白棋呢 在这里做不活呢 势必就还需要 这个往外面跑 只能往外面跑 不是 那么白棋间这个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好的形状 看上去速度比较 步伐比较慢呢 但是由于这里 这个有线手 这个连走两手肯定活了 那么呢 这里等于有线手的话 那么这一间 这个形状就不错 以后呢 有可能这样一活 就有眼归 那就有眼归 所以小间呢 似乎很慢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旗形 不过这个 并不是啊 这么简单的 白棋这个说 就是说处理好了 因为这一压以后 白棋这块棋 很显然 还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白棋先尖一下 然后尝 这两块呢 似乎都没有不干净 而且这里小心 这个随时要遭到黑棋的 可能闷杀 闷杀 那么相比之下呢 鼓励先小间 先确保呢 这个大的这一块的安全 而这块呢 由于这个头还没有封住 底下有做活的余地 这块棋暂时呢 还没有危险 暂时还没有危险 不过 这个 那么呢 就先就了这块大的再说 那么你不走 这个黑棋呢 肯定先来 就对这块棋呢 要发动这个稳攻了 先搬一下啊 这个也是限制你出头的 这个 好的次序 如果直接在底下走呢 这个就有可能被白棋搬出来 那么先交换一下 你这个出头呢 就不是那么顺畅 当白棋虎的时候 黑棋呢 再点这个 这样出头呢 就不像刚才般呢 那么顺畅啊 然后白棋一尖 黑棋呢 然后白棋呢 再打 这个没办法 只能从这个霞缝中呢 往外面钻啊 往外面钻 然后呢 再贴 从这个霞缝中往外钻 这个看上去呢 非常危险 不过黑棋呢 也要小心啊 那么就是在搬了以后 这个地方白棋搬 这里黑棋以后呢 这个地方还有可能啊 被白棋这个分段 比如说并一个 就有可能 因为黑棋总是要走的 那么 总是要分断白棋 是吧 黑棋可能要把两块棋分断 那么这样呢 有可能啊 白棋 顽强的 这个 撑住这个节的话呢 白棋就有可能是 先手把黑棋分断 所以黑棋 也不是完全的 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黑棋 也需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这个弱点 那么黑棋不 这里走得很厚实 也不着急啊 因为白棋呢 一下子 也看不出 做两个眼的手段 同时呢 这边 也还有一块棋没活 所以黑棋下的呢 也是很沉稳 很稳健 那么白棋这时候 这个 虎住 这个是不通的啊 黑棋在走 李世实呢 这个时候 走得也是非常的坚实 非常的坚实 就是说 嗯 没有说急于啊 这个是就去硬杀白棋 而是呢 把自己走得非常结实 瞄着呢 白棋的 两块这个 骨气 啊 瞄着白棋的 这个两块骨气 那么白棋呢 这时候断 这个是 以进为退的 好手 啊 好手 由于这个断了以后 就马上多出 这两打的先手 这个呢 眼位呢 一下子就有了啊 两打完以后一虎 包括这两打完以后 这个地方 本身呢 也是先手 而 黑棋非要从这里钻呢 也不太不太行啊 你走这个 你打这个 那他一打是双脚刺 你张这个呢 也没有用 白棋就张上就行 啊 这个基本上呢 哎 由此一断以后呢 这个 这块棋 就差不多呢 要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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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块棋 虽然说是要活了 但是呢 这个 这块棋 啊 也还没有 这个 完全安定 黑棋呢 把这个中央走后以后 目标呢 又转向了 这个 下面这块 下面这块 然后呢 这个时候 飞啊 这个是先手就用 黑棋已经不太在乎 这个目搜问题了 虽然有一点损 那么 也是为了这个 瞄着白棋 中央这块啊 做这个 准备 做这个准备 白棋这手要硬啊 如果还是要急急忙忙跑啊 这个背意飞下去以后 这一块空没了 同时这两个子还要做活 这样呢 这个 木树上 优势 并不明显的话 那这个以后被人 黑棋啊 就简单的搜刮搜刮就行了 所以这个木树是一定要撑住的啊 不能让你就是说呢 简单的搜刮我就能引起 你除非把我杀了啊 才能引起 那么黑棋现在拐 选择了这个最厚实的这个杀棋的方法啊 一拐一个呢 刚才说了 白棋底下并不能火 但是拐一个呢 一个本身产生的斑 也起到破眼的作用 同时呢 防止了白棋的一些这个先手借用 先手借用 等于呢 就是说呢 白棋在这里 实际上手段的余地 基本上没有了 那么白棋继续 往外见啊 这个看上去好像有点下这个五指棋似的啊 但是这个肩虽然步伐慢 但是以后呢 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个眼形呢 或许呢 会有一些这个帮助啊 因为比较好 那么呢 黑棋长 白棋呢 这个跳出啊 白棋跳出呢 这个赶快跑 这个大龙 这个太大了 那么这时候啊 黑棋靠 来考验了白棋 考验白棋 同刚才的道理一样 从刚才的道理一样 就是说呢 这个 如果白棋啊 要照顾外面这块棋进行推让的话呢 那这个黑棋下来以后 这个木树 又趋于呢 这个平衡了啊 就快趋于平衡了 白棋的木树啊 领先的并不多了 那么黑棋还是可以 比较悠闲的开始怎么来搜刮 白棋了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这个鼓励啊 下得非常的强硬 寸土不烂啊 这个完全就是寸土不烂 不但这里要活啊 这里呢 一木棋都不给你 当然这个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啊 和理论来说呢 这个是过分的啊 这个是过分的 是吧 因为就是说你在别的地方有孤疾啊 有拖累 那么呢 在实弹的地方 给予一点退让 应该呢 是正常的 但是呢 鼓励在这下得非常强硬啊 但是这个强硬 并不是完全的这个鲁马啊 也不是完全的斗气 在鼓励的心中啊 隐藏了一个 甚至来说 谁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今天的这个计划 那么这个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那么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那么这个搬了一反击以后 这个基本上 这个旗啊 就进入了这个 一本道 甚至于来说 可以说是 进入了这个理事实的啊 理想图 所以他就想 这个让摆起来办 那么我一冲 那你只有打吃啊 我力 你也只有挡住 那么很显然 这个外围黑旗啊 就多出了这个 这个很多的借用 对这块旗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时候理事实甚至于已经看出来了啊 这个杀旗的这个方法啊 那么接下来 黑旗呢 就动手了啊 对这块白旗大龙发动了这个 嗯 举起了屠刀吧 这个是 吃 这个理事实肯定都是连贯的啊 记下来了 然后吃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本来是不行的 是吧 这个 这个吃就是说 白旗啊 可以在这里双倒 这里双倒 不过 黑旗提掉啊 白旗提掉 这个肯定是黑旗亏了不少啊 这个肯定 这个转换肯定是亏了不少 你这里也吃不着 而且搞得自己这几个纸还是 有点不太安定似的 你这个呢 但是他这个把这颗旗提了以后 就防止了白旗在这里冲的一些纤绍 从此你这个这些 我这回整块旗呢 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啊 这个把自己变厚了 这个时候 即使损了多少也不在乎了 为什么呢 他要杀这条大龙 这条大龙一杀掉啊 那肯定是 好 然后断吃 这个以下啊 这个几乎呢 就是这个命令型啊 几乎就是命令型 好 黑旗打吃 然后再扭这个活羊头啊 这个可能是可以说是闪心悦目的下法啊 把这块旗吃了的话 可以说这个是手精表演 虽然呢 白旗肯定不肯提 提完本身打这个外面 也是先手 而且这个木鼠说的太厉害了 白旗也就拐了 黑旗 打吃 哎 那么有了这些借用以后 黑旗再以虎 这样黑旗就彻底完成了这个包围圈 对这块大龙的这个包围圈啊 这个 里面呢 这个白旗啊 能不能活 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了啊 那么 包括李四十 甚至于很多观战的棋手啊 都在这里计算 这个有没有白旗 这里有没有什么活路啊 认为鼓励呢 是这个 以这个死活赌胜负 啊 赌胜负 李四十那当然也是 别的地方损失多少都不管 只要把你这个大龙吃了就赢了啊 大家就在开始 在 这一块旗的死活问题上啊 要 要 开始计算了 那么 白旗现在斑 黑旗 白旗弯啊 这个虽然是 最强的变化 不过黑旗 这个死活难不倒理事实 黑旗就冷静的一顶 嗯 这个白旗呢 不行啊 呃 这个局部呢 白旗如果挡 黑旗就点 点完了以后啊 注意黑旗这个 可以冷静的这个力 这个是沙灶 白旗啊 这个死了 这个是巧妙的这个沙灶 而作为这个中间来说啊 好像啊 有一些这个手段 不过呢 也看不出啊 明确的眼位 似乎有这些虎的手段 但是偏偏好像 哎 就是做不出眼来 因为这个周边啊 实在是太厚了 那么白旗呢 这样呢 这样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很多骑手就认为 甚至于是因为鼓励 是不是把这个死活看错了 啊 这个好像活不出来 大龙死啊 但是鼓励下一步 可能是让大家完全的就是惊呆了 鼓励走哪呢 就简简单单的拐一个 那么黑旗一押 大龙死了 这个太意外了 等把这个大龙死完了以后 当然第一反应 大家就开始点木了 而当大家点完木的时候 发现惊呆了啊 突然认真就惊呆了 这个骑白旗 竟然已经要赢了 竟然也不差啊 至少来说是 这个从这开始 把这么大一条大龙 就这么简单的弃掉 这个是谁呢 也没想到的啊 这个只是说是鼓励 肯定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有所准备 不然他不会这么去这么下啊 这个不能拉生死开玩笑 这个呢实在是高人一等的地方啊 因为这个大龙死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借用啊 我们看 首先这个拐一个是先手 要小心 不能让白旗这个变成先手啊 所以黑旗要闭 这个呢木是有便宜 然后再吃回来 这个是当初 黑旗为了杀这块 这里的损失比较大 这块旗呢只能跳回去啊 那么有了这个解明的进行以后 其实啊 回过来来一看呢 这个这里交换呢 这个黑旗损了不少 这里手段呢也损了不少 以后呢 由于这个死活问题 这个非白旗还是先手啊 这个还是先手 这样实际上呢 就是说呢 白旗啊 已经呢 完全的形势不差了 不过一般人呢 是不会有这种这个思路的 因为这条大龙看起来实在是太大了 还有这么多的虚控 是吧 还不用提纸 还不用收气 这个气条呢 完全是出乎这个所有人的意料 但古力呢 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呢 这个是 确实是 有过人之处啊 这个死了以后 我们刚才说了 这里还有一些鱼味 但是呢 其他地方呢 还有一些鱼味 接着下来可以说呢 古力走出了这个本局的圣招 这一拓 留着这个大龙的鱼味啊 这个有什么鱼味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 哎 对黑棋散发呢 发动冲击 这时候黑棋呢 李世史当然也知道了 鼓励死了大龙 还这么冷静的一下 一看 哎 这个棋一目一鼠 真不见得已 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退让了 如果说味道好 你退让的话 那么 留下了这么大一个关子 这个白棋就把它交换掉啊 你这个补在这里干净一些 那么把这个一吃 这个黑棋啊 一看空不够 而且吃完 这个吃完以后 这块棋还要被白棋搜刮 这个呢不行 那么只能 硬着头皮啊 成竹木 那么白棋这一般 黑棋局部的手筋 这个大家都知道 顶一个啊 这个就度过了 不过有了这两步交换以后啊 白棋打车 然后呢 哎 这个死死的子啊 就开始呢 可以借用了 那么白棋有什么借用呢 嗯 这个非的借用呢 暂时呢 就不用了 那么黑棋要杀棋啊 点 这个利啊 这个是杀棋基本功 好棋 不过白棋呢 把这些交换到 交换掉啊 把这个先手都卖掉了啊 主要目的 也呢 是瞄准了 上面呢 要出棋 团 哎 这个是 这个是 好手啊 这个必须不以虎有眼啊 然后再冲出去 哎 由于这里有种种虎飞 等等的先手借用 那么呢 当你断的时候 我就 吃 粘扇 我就冷静倒 吃粘扇 由于借用太多 你这两颗子 已经呢 连不回去了 啊 这个大龙一下子 出棋了啊 从这个 这个是 李四十呢 也是没有办法啊 即使看到这样的手段 但是这里呢 不能做退让 退让了 白棋就弃掉 黑棋就不够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 最后呢 再看看上面的话 白棋跳 这时候这些交换呢 就起到了作用 这个 白棋一挖 哎 再强行一虎 这里 出现了一个结 那么这个结 把这一块 牵扯进来啊 这个肯定就 这个黑棋呢 是很难打赢的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 本身结还是比较多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 白棋呢 提 白棋提 黑棋当然不能打吃 打吃这一吃就不行了啊 那么黑棋也只有强硬的这个 这个虎柱 白棋大啊 这个 反正白棋很愉快啊 劫财的事情就不用考虑了啊 大把大把的 打吃 打吃 提 那么黑棋打 这个虽然好像把白棋全部打成了一团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是没有什么重 白棋就全部粘上啊 那白棋这里死多少无所谓 你这两颗棋是 不能丢的啊 不能丢的 那么 黑棋呢 这时候 打这个 粘上 黑棋呢 这时候接上这个 你事实还是很顽强啊 由于这里有很多仙手 白棋呢 也 不能这个 轻举万动 那么白棋先吃 先吃一半 先把这个一块先吃进来再说 要大家注意啊 我们前提说了 这个死了不见的书 那么 你这个仙手打 虽然愉快 那么我呢 也就老老实实的跟着印 这样子 然后再有虎 这个 这个细形啊 你事实下的也还是这个很 很漂亮啊 很漂亮 这个 嗯 作为单纯的 作为死活 或者作为防守来说 黑棋啊 还是下的很完美 不过白棋 这时候也无所谓了 我就走啊 啊 牢牢的把这个啊 实地上的 空 先给 牢牢守住啊 守住了以后啊 再虎一下 小尖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白棋也是 非常冷静的 张上 张上 两块棋啊 要出现 对杀了 不管杀是怎么样 我先把气藏出来再说啊 但直接走这个 也可以是 可以考虑啊 如果这样呢 更有意思 就是我这个杀气不管怎么样啊 就是说 即使你把我吃了 也要收很多气 那么呢 我这里已经得了很多啊 这里的木树没有任何损失 你自己要填了这么多木 最后白棋一飞 这个依然可以说呢 是黑棋啊 大败的这个局面 那么黑棋呢 最后还顽强了几手 走这个 哎 白棋就老老实实的这个吃 老老实实的这个吃 不给这个黑棋啊 太多的这个建议 那么你总是要吃这个 不然我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棋再冷静的一提 啊 冷静的一提 因为不提的话呢 嗯 这个暂时先锁啊 这个小心点 暂时先锁 这里要吃 然后再一打 黑棋可以气伤子 摟过去 所以提一个 这样呢 爬一下啊 这个气呢 黑棋呢 实际上呢 都不够啊 当然气够的杀了白棋 也是输了啊 但是走到这呢 李四十呢 也指的呢 嗯 弃子啊 这个不过头子任父了 那么这番棋呢 这个鼓励 做了一个大胆的这个设想 非常的这个精彩 特别在这个世界 决赛的对局中呢 能出现这么大胆的构势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好的 那么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